张庆宗委员不在 彭少景委员彭少景委员不在 康世如委员康世如委员不在 薛林委员薛林委员不在 吴玉申委员吴玉申委员不在 高金素美委员高金素美委员不在 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 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 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 江陵军委员请江陵军委员 谢谢主席我请主委 来有请主委 江委好 主委你好 我想今天大家都特别的特别 特别的关心 因为那个日本发生那么那么大的天灾 我想应该的 那么难过的事情 那我们很希望 当然大家都希望灾难不要发生 那也希望说 假如我们已经进了人世 那天地又这么的无情的话 那一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 我们要怎么去应对 其实当然我看到媒体 其实给日本人很大的一个肯定 就是说 在发生自己发生到 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时候 他们在礼仪上 以及在那个整个应对上 大家是比较沉着的 其实我相信除了很多人说 这就是先进国家人民的教养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我完全同意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那有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过的是 我们很多的政策或者是很多的事情 我们在宣导这一公布的时候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是那么的高 就像呢刚刚 我也听到主委 在回答委员的资讯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你有说在讲一些事情 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 不知道要讲实话 还是不要讲实话 包括委员 我一定讲实话 我只是说 我讲了实话 但是一个比较肯定 希望民众放心的 但是会有两种解读 一个就是 这个可能媒体朋友也好 或者是民众也好 甚至也许包括委员们 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轻忽 可是事实上 我们有时候的目的是希望 民众真的能够放心 像刚刚委员讲的信任我们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到 让民众对我们的信任 这一次日本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刚好我们刚刚那个黄委员 他讲说别人付了学费 我们如果还没有办法 从中学习的话 其实我们就更糟糕 可是怎么让 在这么惨痛的代价之后 让民众对我们的核电厂 是有信心的 其实很多的委员 他提出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意见 包含刚刚其实我也听到很多委员提的 但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例如说也有委员提到 那个合一合二 合一合二厂 他已经这么久了 他是不是应该要停议的问题 那朱伟你也是就这么很轻松的就把他带过了 我想我的态度绝对不会说很轻松的带过 假如委员愿意的话 给我一点时间 第一个 合一合二 虽然是像合一是已经有差不多31年多了 那他并不是一个老旧的机组 事实上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中间运转的过程 一直在做改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其实刚刚提过几次 三里岛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你对我们的合一合二厂在继续运作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想以技术的观点来讲 以一般的这个 美国针对它的现有的一些恒能电厂 研绎了这整个过程来讲 技术来讲 我是有信心 可是这个要看每一个个别的电厂 它有没有安全的顾虑 那我们目前正在审查台电的申请 主委再再来第二问题 我也想请教你 你认为合适暂时是不是应该要先听见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不认为这个这个动作需要马上来做 但是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针对这次辅导的这个事情我们来检讨 那检讨的过程我们会先选择针对我们现在对于要不要准合适做软纳装填 所有的这个管制的清单 我们会检讨 这些清单的一些要求有没有需要做检讨的 有没有需要做改变的 所以我在这边就提醒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主委 不管是核一核二厂是不是应该提议 不管在你们评估结果核四厂是不是应该要听见 是不是应该要把一个很很公开的讯息 是不是应该要给民众一个很安心很安心的一个交代 因为其实在就像说像日本他这么先进的国家 他的核能技术这么好 而且他又是一个核能技术的输出国的国家 他已经做到这样 但是这个这一次呢 辅导这次日本的这个核能电厂 它是接二连三的一直发生状况 他们的技术这样民众已经很很忧心了 那更何况我们现在处在台湾的居民 你不能不让他们那个到现在说 我了解 我了解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种忧心是合理的 那我们会放在心里 我们会认真来面对 藉由这个机会不是放在心里 我知道 我们要好好去做 我知道 我是说这种情绪我们会会感觉得到 我们也认同 但是我们从技术上我们会很认真的来检讨 我希望除了我们我们原能会 对我们对于这这几个核电厂 我们给予民众正确的讯息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给予民众自保的自保的一个观念 例如说我们我们民众呢 他如果面对了那么大的地震 那么大的天灾 不一定地震海啸 不一定那个核电厂 他发生问题事故的时候 我们应该让民众怎么去 怎么来因应 他要怎么因应 他要怎么逃离 他要往哪边走 他应该要面对哪些 但这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那台湾呢 我们自己本身国家里面 我们每一次的演习 我总觉得好像每次演习都是一百分 因为每一次都是照剧本来 然后全部的各个单位都在外面 就等着stand by 然后就一开始 这边发生什么事 全部下进来 所以时间上好像控制的很好 事件处理上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没有站在实际的立场上来说 可能从一两公里一两公里外 然后例如说消防队 他从多远的距离来 而不是只有在外面stand by 那我们的民众也不是只有临时演员 我们以前我们都很担心说 是不是民众会困扰 可是当这个影响到民众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只有这样的考量 不是吗 是没有错 我想跟委员报告 也许委员对于我们演习 也有一点点 也不止你们 我觉得我们政府当我们这个演习都差不多 我想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说我们演习的目的有很多 我想最重要的演习的目的 所以就是要让所有整备的机关 无论从硬体 从程序 从所有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资讯的收集 传播等等的 都希望能够ready 那动员在自然灾害里面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迅速的动员在自然灾害里面是很重要的 主委主委 我今天没有要跟你争论 但是我跟你讲 是我真的跟你讲一个实际的状况 是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我们的这个核栽的部分 我们有非常多演习 我相信我们也不用讲 我也不讲很难听啊 但是事实上真的我们每一次演习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每一次火都能扑灭 每一次核灾都能稳下来 每一次不管发生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OK 可是实际上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跟你演习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很多的很多的突发状况 包含我们现场的人员 他本身是不知道 本来就不晓得 包含我们参与的民众 包含我们的社区 他可能可以一起跟你们一起做这一块 我希望是从现实面真实的去做这一块 那我针对这一点 我简单跟委员报告好了 我们场内的演习 这么多年来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剧本的 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训练反应 你们场内是你们原能会里面 还是说你们到核电厂里面的那个 核电厂的厂内 核电厂的厂内 那你们针对的还是当我们那边那里里面的员工 我们里面的工程是我们核电厂的部分 因为核电厂发生事故 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先把核电厂能够安全的 我刚提到的是包含我们外围所有的民众 我了解 因为现在大家担忧的是我们自己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尤其是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希望既然主委你这么有心 对我们的核电核能电厂这么有信心的话 我希望你们也把这个信心给予民众 就像我讲如果民众对于政府没有信任 当发生任何灾害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环保署 当然你们的环保署查到一个在新北市的肺铝渣非法委托 那个掩埋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在北市追查到 但是呢 它这个肺铝渣总共四十多公顿 竟然是气质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余温的窝底 在那个田辽区那里 那其余的部分呢 还有十四包的肺铝渣 其实还放在我们高雄市的凤山 还放在我们凤山区的一个停车场里面 我不晓得 你看我们每一次 这个环保垃圾 就这样子的被就这样子的被随意的倾倒或掩埋 然后呢 他们假借任何的名义在做这一个 那我很我很想知道 我们环保署每一次对于追查到这个 我们除了开罚之外 我们有什么作为 我想这是非常可恶的这个行为了 那如果很重要就要能够喝止 你查到他之后要能够重罚 重罚之后使得其他人了 能够不敢来做这种事情了 所以在法律上的让他这个重罚这件事情啊 我们现有的一些的东西呢 我认为是贤轻了 书长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掩埋不仅仅只是找一块 随便找一块空地掩埋 造成我们土壤土壤的污染之外 他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鱼温呢 鱼温养殖出来的这些 鱼产都是我们百姓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而且你要查的还辛苦我们这个案子是我们跟检调配合群线了 非常辛苦把他找着还利用这种查证他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去追踪才把他找出来的 所以这样难抓到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将来我们是在法治上 我们将来提出一些修法的这个要求啊 让他怎么样能够去很重的准备 我希望不要再等到将来哦 你们已经查到我们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要等到说 啊我们以后 现在的话啊 我们要怎么做 现在的话就是要用行政法法 如果我们足以有证据的话 他的不当得利要让他突出来才行 所以我们这边会借我们能力啊 把我们能够发的部分提高 我跟你要一份资料 就是我们去年到现在 就99年度到现在这三月 我们我们我们环保署 我在追查环保蟑螂的这个成 成效的部分 好的 我希望你们把这个比例 然后你们追查件数 我能够送一份给北析 好 谢谢 林淑芬委员 林淑芬委员不在 那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啊 好来